能不能打开局面 而这边勾过去 勾了个什么 没有 黑白河在这边被这边骚 呃 黑白河的能量 nice 这边直接把nomi给打掉 对方是抬不了的 这边可以进场了 注意是路霸 不能让路霸击杀自己过多的一个前排 现在进场 先不用急 还是先轻人为主 是的 猎可 在人群中居然把长亚塔给杀了 而且亡灵这个地方其实是脱节的 没事 他这边应该不太会射到 对面太多人的一个压制 因为温斯顿是死了 地外一个人来找的话是可以来得起来 这边 肉霸也死了 在对方调人的实况下 对面这样打 却实实没有打开局面 现在5k5王这边在牵着黑白河 他并不会被击杀 这波很有机会 没有 这波天使一走开一小会儿 TV的第二波协同就上来了 天使也没办法活 是的 这边麦霸击杀他还骄了 这波团其实人员像已经 真的觉得没必要麦克雷死身 或者你这边也上了一个路吧 我觉得问题真不大 因为对面是莫伊拉 你是产亚塔有一个异伤 伤害无量绝对比对面高很多的 几飞狗跳开起来 上海龙之队这边也开起了胜 胜阴上几飞狗跳全开 这波团打的一片混乱 但是谁都没有死 点位是被摘下来了一格 这是一个好消息 是的 有个猎空继续偷点了 偷掉一格肉杉有点急于往点里面跳 虽然这波被打掉了很难受 而这波炸弹过来 要找一下奥特瑞 被天使保着 不会死 五十一道毒出来 黏住一个炸弹 先炸死了两个人 这怎么炸死了两个呀 贴在墙上的呀 他应该是贴到那个 正在毒神射手的 麦克雷头上了吧 这波是非常有机会的 但是其实有压点的 哇 这手真的很灵性 因为有一个问题是有进点的压力 必须得进点 这个机甲荷包完全封锁了后三的一个位置 不过肉杉在前面垫死了 内美克斯 但是自己也是倒地 没有人在点里面打输出了 有人能够进掉点吗 有 直接钻进来 天使奶得住 还能支撑 但是麦克雷活不了 直接去炸小迪吧 麦克雷尝试进点直接被秒掉 打哈 这波上来赶掉 杯杯杯的一个黑百合 还在压迫 对面的一个加速已经给了起来 上海龙这边的位置被压得很死 因为这边是个长短枪 也没有太多和对面硬刚的资本肉杉 直接倒地 王林也没有了 上两个非常重要的单位被打 Deltary没有了 这波A点基本上是宣告被攻破 这就是其实给我们演示了一下 当你用到长枪防守的时候 遇到一个黑百合 就是这种情况 你没有地方可以 你一步一步退 点位对方已经踩了进去 奥莉莎支着盾 要在点上和你争夺 而这边上海龙还是没有人进场吗 没有人进场 点位让了 而这个时候对面有资本慢慢和你虚啊 Dia在旁边迟迟打不开局面 而且肉杉却被打掉了 没有奥莉莎正面完全崩盘 这边又拿出了一个麦克雷 Dia这波又是一波明星球 炸掉双斧 这个时候对方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技能 小心法老之音的一个天降之音 但是却被点掉 因为没有辅助的任何资源 这个时候点位要让了 算是一波明星球 好不容易让上海龙再次的一个反场成功 是的 上海龙现在最初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气势 五十一道很刁钻 居然毒掉了 Dante 是的 没有及时的发现这个位置 是的 这个地方还是很刁钻的 哎 但是M7机甲爆了 炸掉了 圣米的图腾 而肉杉这边拍掉了Namex 对方这波圣米其实没有保抖太多的一个人 这个盾被拍掉 温斯顿还在前面打输出 麦克雷上来一个选择 晕住两枪再走 很稳 这波上海龙又打赢了 而且赚了不少的能量 那 贝贝也换出了麦克雷 双方也是麦克雷进行一个护点 但是 纳米基本是使用的奥地莎 多一个盾的情况下 Dante还是率先阵亡了 点掉了这边的一个裂空 麦克雷强行保了下来 这个盾有点难受 迪亚的一个脉冲大弹 会不会起了一个很好的效果 王力已经压上来了 杀掉了Dek 这波点位已经到了最后一波 而这边上海龙还有很大的优势 极有可能在这个小图上拿下一分 是的 小迪亚是直接被炸掉 这个荷包也没有取到效果 点位内没有人踩 小心被铺脸上 他们这样的话 其实耗是耗 所以他们也没有耗 这个没办法呀 就一个五连搓走了 帽子都打飞了 飞奥这边先虚的一个五连 其实预判的还不错 哦 Dante这边直接被流产 对 这就是Dante个人出现的一个失误 他其实之前那次就差点死了 上来争取一下空间 但是对面因为自己有死人 也不用打得很着急 虚着虚着就行了 慢慢打 而这边飞蜜被被Dia收掉 Sleepy也还在那疯狂打 那要跳了 是的 这边成功打了回来 MT交掉了自己的核爆 这波看一下 这反场是Dek先压了阴障 是的 上来龙这边选择打一个先手 而这个时候终于把对方的肾给逼了出来 Dek的阴障也压了出来 战术不进跳出来 没有太多的技能打成残局 无效的拉扯 会不会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 Freefield的这个胜治疗量其实非常的高 三个人在切这个76号就是不死 双辅乃者 没有死 而奥特人这边是掉了 MC的机甲也被打到 Dia是单线机甲的Dante还有一定的机会 不过点内的话人全被杀光了 Dia只能续一下点 续点的时候又交了炸弹 我觉得在大招管控方面 我们已经可以尽量不用看了 跳进来 踩点Dia也跟着坐 坐了一波鞋头 VVV活了下来 在疯狂破盾 破完盾了以后 这波伤害要裹出来了 而且这个时候Dek马上有一个阴障 这个核爆 看能不能炸掉关键的目标 并没有 是的 阴障给打了出来 飞飞有了大招 马上准备就绪 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吃到太多的压力 赛海龙在环绕着自己辅助会 打得非常不错 不是很激进 飞飞也是开出了胜 这波 赛海龙之队成功的打了回来 能不能限制到对对方的后排 雪棒已经消了 开起来 要指着VVVV沙头上顶着一伤 拍下去 拍下去了 拍下去了 很nice 赛海龙完全有机会赢下这一波 但是在后面打出伤害 Navis的机甲不要被炸掉 拿起来Nomi 但是其实这个时候少了一个VVV的活力 Nomi有缘是暴怒 开起来了 点那个应该还可以续很久 圣野交了Sleepy这边 Nomi拍掉了Roshan 是的 而这个时候AutoRay马上有大招 迪亚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四川对面的后排 来的有点晚 女武神现在开启了 但是场内的话似乎人员不够了 只剩迪亚 迪亚也是阵亡 还有谁 还有一个禅亚塔好像 这个时候第一波要打一次要消耗 围绕着雪棒 主要是异伤 主要是异伤 武神跳进去把CP给脱掉 那这边上海龙有很大的优势 是的 没有产亚塔的异伤 再打这样一个长短枪的话 危险伤害不太够 但是现在 VVV又开始打明星球了吗 这没有产亚塔在的情况下 应该是很难打回来的吧 跳上去了 哦你还别说 还真就打回来了 这波应该是明星球 又起了一波关键性的作用 点内是低啊 踩得下点 银掌先拍 选择吃谁 直接就要把VVV给吃掉 而这边VVV又保着 亡灵打并不会死 炸弹粘重 没有炸死一个人 一个D雷 亡灵血量很残 这波上海龙4 机会非常大了 交了双幅大的情况下 拆取得了巨大的人员优势 见怪不怪 这边 战术木槿开了 直接战术木槿开起来 没有取得很好 拆了一个机甲 压制一下对面的血量 拆了一个小半面 同时 这个时候 点 冬框输出 没人踩 包一词叫自信 用扁一词叫浪 对有点浪 跳上去 但是战术木槿完全被双地封锁住 没有吃了很多伤害 同时自己瓦身要死了 Dia solo掉了 Dante 但是自己一个猎空 也把自己的一个亡灵 被打掉 天使 差一点 活下来了 但是点位给让了呀 这一个残险天使也没有什么作用 地亚 地亚手里也没有炸弹 拉不起来了 而地亚也是招出了回溯的 没有办法 上海龙在这种地图也是惜败 双方战成2比0